欢迎继续收听《斗魄苍穹》第1002回 见到那射来的能量光阴,血刀圣者不屑的一笑,他手中的鬼头大刀啊,直接隔着虚空斜劈了两刀,两刀巨大的刀芒就撕裂了空间, 一刀便将两刀能量光阴撕裂而开,残余的刀器更是直接奔着熏儿二人掠去,不过却是在最后被两个人急忙的躲闪开了。 就在血刀圣者劈退熏儿二人之时,其脚掌所处的地面迅速的凹陷下来,一道巨大的岩浆柱,便带着恐怖的力道狠狠的喷射而出。 对于那巨大的岩浆柱,血刀圣者却冷哼了一声,脚掌狠狠一座地面,只见得那巨大的岩浆柱,居然被他生生地踩得塌陷下去了。 灼热的岩浆四下蔓延开来,将附近的巨石尽数地融化。 岩浆四浪识! 血刀圣者的身后,一道身影急速闪现,庞大的齿芒直接毫不客气地怒轰而下。 血刀圣者手中的鬼头大刀迅速地在身后捂出一朵血红的刀花,这时候就听到哒! 那朵刀花便急速地旋转起来,不仅轻易地把那齿芒撕裂而去,还不遗余力地对着硝烟横削地过去。 重齿重重点在那血红色的刀花上,其上面蕴含的强猛力道啊,把硝烟阵的身形连退了十几步。 狗屁的圣者,你可还不是真正的斗圣呢,脸皮真厚。 震退了硝烟,血刀圣者还来不及追杀,古华、古刑、古针三个人紧跟上来,各自施展出威力不俗的斗技,狠狠对着这血刀圣者就招呼过去了。 呃,楼仪般的存在,你们敢挑战我圣者的威严。 面对着古华三人的进攻啊,那血刀圣者却冷笑一声,左手紧握,然后猛然轰出。 三道血芒,闪电般的,凝聚成三头血色的猛虎,咆哮着和三个人撞击在一起。 被血刀圣者这一拳轰得结实啊,三个人一口鲜血,直接喷射而出,身形抖退。 而在击退之间,三个人飞快地取出一枚能量盒赶紧吸收。 古青阳一看情形,低喝了一声,以气出手。 紧接着,胸儿,古真等几个人再度射出,体内的斗气在此刻都爆发至极致啊,呼啸的气劲,把地面生生的刮去了将近一米多深。 一时间爆发而出的众多攻击,也是令得那血刀圣者略微有点措手不及。 但紧接着,他便迅速稳住了,手中一柄鬼头大刀,捂的是密不透风。 不仅将古青阳等人的攻击尽数抵御,偶尔呢,还迸射出一道灵力的刀芒。 也是将几个人搞得手忙脚乱,半胜强者,的确是不同凡响啊,血刀乱风掌。 面对着古青阳几个人的围攻,血刀圣者在经过初始的措手不及之后,便再度展开了灵力的反击,脚掌一塌地面,身形便陡然的旋转起来,宛如一道血红色的龙卷风,周遭的空间呢,也在一瞬间尽数崩裂成黑洞了。 灵力的刀器,闪电般的,自旋风之内飙射而出,直接把古青阳几个人震得倒飞出去,身体重重地砸落在周围的巨石之上。 内股恐怖的尽力,连巨石都在青刻间化为了粉末。 震退了古青阳,血刀圣者的目光转向了在一旁准备寻找机会下手的硝烟,他冷笑一声,到你了。 他脉动着步伐,对着硝烟闪略而去。 这血刀圣者的速度极为的迅猛,几乎是眨眼的时间呢,就出现在硝烟的面前。 硝烟的脸色在此刻微微有些变化,心头猛然一声低喝,天火三旋变,第一变,第二变,第三变。 伴随着心中喝声的响起,硝烟体内斗气也是陡然间变得狂暴起来,而且那种没心处的酸痒的感觉居然再都出现。 但这种关头,他已是没有办法过多的关注,大天造化掌已经在他掌心中迅速的酝酿着。 鬼头大刀划破虚空,却是在这一瞬间呢,突然在硝烟脑袋上方停滞下来。 而硝烟盗圣者的目光,则是死死的盯着,后者没心处,片刻之后,眼中居然涌现出一抹惊惧之色。 啊?硝烟族族闻? 你是硝烟族的人。 泛着浓郁血腥味道的鬼头大刀,在硝烟头顶半尺的地方,戛然而止了。 那硝烟盗圣者,目光轻聚地,盯着硝烟额头处,声音之中竟带着些许的惊骇。 硝烟掌心中极速凝聚的大天造画掌,也因为这硝烟盗圣者这般怪异的举动而顿了顿。 旋即眉头处微微一皱,脚尖一点地面,身形就迅速退开。 你是怎么知道的? 硝烟盗圣者目光,死死盯着硝烟眉心。 那里先前浮现的一个若隐若现的足纹,此刻却尽数消失了。 但是他心中却明白,这个足纹他绝不陌生啊,因为在他那遥远的记忆之中,这个足纹在他的心里似乎如同梦魇般的存在。 血刀圣者难难自语,小足的人不是都死绝了吗? 他一边说着,他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地对着天幕的深处扫了扫,眼中掠过一抹深深的惧怕。 这个时候,古青阳,勋儿等人在此刻也闪略到硝烟的身旁,望着那突然停手的穴道圣者,都有些低声疑惑地问道,怎么回事? 硝烟摇摇了摇头,不清楚。 但是硝烟依旧没有放下心中的警惕,半胜强者的实力实在太强了,以他们这么多人联手斗起来都是如此的困难,若是一个不小心的话,这群人栽在这儿都不是不可能的事啊。 文言,古青阳一行人都皱了皱眉头,这血刀圣者虽说只是个能量体,但他却依旧有着生前的智慧,甚至是记忆,有什么东西竟能让他都感到如此的忌惮呢? 血刀圣者眼盲急速闪瘦,这小子竟然是小族的人,以内卫通天的本事,肯定在他进入此时就感应到了,我若是把他杀了,哎哟,这日后定然难逃内卫的杀手啊。 弥漫着全身的霸道的血煞之气,徐徐的收敛了许多,手掌一晃,鬼头大刀消失不见了,血刀圣者看了肖炎等人一眼,颇有些不甘的说, 你们走吧,这次算你们好运。 嗯? 电状消炎等人愣了一下,面面相去了一眼,都是有些不太明白,这个家伙怎么突然间改变了主意啊? 见着有些发愣的众人,血刀圣者有些不耐烦的说道, 从此处往西处走,这条家缝之中是众多强者交接之处,你们从此处行走,应该能避开其他的人阻拦你们,并且最后到达你们想去的地方。 消炎和古青阳等人对视了一眼,然后连忙对着血刀圣者恭敬了一抱拳,多谢前辈,一行人缓缓的倒退,可是体内斗气依然处于随时爆发的状态。 当他们退去了百米多之后,见到血刀圣者并没有追过来,方在心中松了一口气,迅速转过身,对着身后,暴略而去。 血刀圣者望着迅速转身离去的消炎一行人,这才撇了撇嘴,目光望向天幕的深处,自语地说道, 哼,这次算你欠了我个人情,以后再出来清场,应该会放过我了吧。 哎,那个家伙真是莫名其妙啊,刚才还满身杀气,结果转眼间就变成大好人了。 能量雾气弥漫的大地上,几道身影飞速地穿梭而过,古华看了消炎一眼,疑惑地问道, 消炎,目光警惕地在四周扫过,随口说道,他好像认出了,我是消族的人。 古青阳在一旁笑道,你每次怎么气息暴涨的时候,额头上都会出现消族族文吗? 他也曾经是顶尖强者,怎么会认不出来呢? 什么? 文言,消炎身形猛然一顿,一脸错愕地回过头问, 我,我有什么族文? 你,你不知道吗? 瞧得消炎,这比他们还茫然的模样。 古青阳一行人都是一脸的疑惑说, 不过,你这个族文啊,仿佛只能短暂地出现, 过一会儿后就会消失了, 而且照理说,你不该拥有族文的, 族文是依靠血脉之力崩发的, 但,消族的血脉之力几乎已经尽数被消耗殆尽了。 消炎皱了皱眉头, 他对于自己怎么可能不了解呢? 他的额头上只有一个火焰的印记, 而对于这种印记, 伴随着他成功将古灵冷火吞噬也逐渐地变淡, 至于其他的什么族文以前是绝对没出现过的呀。 我气息暴涨的时候, 正是我施展天火三旋变的时候啊, 但这, 这与我消族的族文又有什么关系呢? 一道道谜团自消炎脑海中闪过, 却没有半点答案, 让他的眉头越发的皱得紧了起来。 消炎心中念头飞转, 先前的血刀胜者, 明显惧怕的并不是所谓的消族族文, 这东西并不具备半点力量啊。 这么说来, 那让他之所以放过我们的是其他的东西, 而且这个东西应该和消族族文有关系啊。 但这所谓的天幕, 与消族族文有关, 并且还能够震慑到血刀胜者这种半圣实力的强者的东西, 那又是什么呢? 就在消炎想不明媚的时候, 勋儿在一旁轻声说道, 是消炎, 此话一说消炎道还好, 古青阳几个人从脚体下渗透出一股寒气来, 消旋已在多年前陨落了, 怎么可能让这血刀胜者如此的惧怕呢? 勋儿缓缓地说道, 这天幕极其的奇特, 既然类似血刀胜者这种半圣, 都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存活, 并且还具备生前的灵智, 那么曾经打到斗盛巅峰的消炎前辈, 难道便不能依旧残存吗? 古青阳等人乐乐不语, 旋即目光转向了消炎, 虽然消炎面色依旧平静, 但他们依旧还是察觉出了消炎此刻的心境, 剧烈地波动起来。 走吧, 等到了目的地, 这些谜团就能够一一解开了。 消炎轻声地说了一句, 身形速度却陡然加快, 直接化作一道模糊的黑线, 冲进了那淡淡的能量雾气之中, 他的身后, 熏儿几个人对视了一眼, 都迅速地跟了上去。 这接下来的路途当中, 消炎一行人完全依照着血刀胜者所说而行, 而在这一路上, 他们所感应到的那些能量体, 也是越来越强, 甚至啊, 其中还有着一些比血刀胜者还要强的能量体。 不过索性, 在这条众多能量体领域的夹缝中, 消炎等人成功地避开了这些强者的早逝, 中途并未遭受到任何的阻拦。 一处乱石林立的地带, 消炎一行人借助着地形的遮掩, 略微修整了一下, 古青阳望着有黑的深处, 他深沉地说道, 我们现在应该算是进入天幕真正的最深处区域了。 古华苦笑道, 不愧是天幕最危险的地方啊, 这周围的能量体实在太恐怖了, 甚至连九星能量体都只能是沦为护卫的结果。 身处这种强者多如牛毛的地方, 他们方才发现自己的弱小, 在古界的年轻一辈当中, 他们算是众多年轻族人仰望的存在, 可在这里, 却还是如同蚂蚁般的存在, 连说话都必须是小心翼翼的。 对于古华的话, 其他人只能无奈地一笑, 这里本来就不是他们能够来的地方, 能够顺利地抵达这里, 已经是超乎了他们所有人的意料了。 轻二望着萧炎, 轻声说道, 按照我们的速度, 可能要不了太久的时间, 就能够抵达古籍之中所记载的萧玄的幕府。 萧炎听后点点头, 轻机催促道, 这条路还算顺畅, 那学到圣者也算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啊, 不过这里的确太过凶险, 所以咱们还是早早动身吧。 对于此话, 众人都非常赞同, 连忙起身, 而就在他们起身, 准备再次进行最后的赶路时, 那前方突然传来细微的破风声, 轻机两道黑色的身影, 缓缓地落在一处巨石之上,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众人, 眼中有着些许猫戏老鼠般的轻声, 嘲弄。 萧炎, 呵呵呵呵, 你们的速度也太慢了点儿吧。 听到这阴冷的笑声, 萧炎等着脸庞陡然一变, 猛然抬起头来, 望着远处的两道身影, 面色都是微微一沉, 魂牙, 魂力。 见到这两个人, 古华也毫不客气地出言讥讽, 嘿, 我还说是谁呢, 原来是你们两头跑得还挺快的丧家之犬呢, 怎么着, 现在有胆子出现了。 在古华出言的时候, 面色阴沉的萧炎却悄悄地打了个手势, 这魂牙两个人一直躲着他们, 以他们两个人的实力, 怎么可能有胆子光明正大的出现在他们面前呢? 事出反常就必有妖, 既然他们敢这么露面, 恐怕必是有所倚仗。 对于古华的讥讽, 那魂牙却诡异地一笑, 嘿嘿嘿, 放心吧, 这次丧家之犬, 一定会是你们。 一边说着, 魂牙和魂力的身形缓缓地后退, 而在他们后退的时候, 两道身着灰色的衣衫, 面色阴逸的老者, 却如同鬼魅一般在两个人身前出现。 这两位灰衣老者出现的时候啊, 一股难以言明的危险, 顿时在萧炎等人心头陡然升起, 啊? 陡胜? 见到萧炎等人变色的脸庞, 那魂牙眼中阴冷更甚, 他怪笑道, 是不是感觉到世事无常啊? 这猎人和猎物之间的关系, 似乎又要开始倒转了, 小言, 嗯? 感谢各位听友朋友们一直热心地支持桑子播讲的豆婆苍穹, 欢迎添加桑子的个人微信号, MAGI626, 我们一同畅聊豆婆, 一起体味书中之旅, 下集再会, 下集再会。